提花机是东汉时期发明的,提花机作为一种纺织工具,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发明。 据考古证实,从河南安阳、阴须木、藏铜器上保留的丝织物痕迹来看,不仅有平稳组织的捐,还有提花的零纹起,这说明我国早在商代就出现了提花机。 提花机是我国古代制造技术最高成就的代表,东汉王毅基附附中,用千千镜女、精之落之、动摇多荣、抚养生姿来形容织工和提花工合作操纵提花机的场面。 提花机后经丝绸之路传入西方,对现代电子计算机发展中程序控制与存储技术的发明有启示作用。